看来这条新闻 我想我们在奥克兰地区的不少的驾驶者 包括我自己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遇到骑自行车的人的话 我们都要格外的小心 由于缺少必要的一些隔离的措施 确实我们的一些骑自行车人的安全 也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看来如何兼顾效率与相关的一些防护措施 是奥克兰交通部门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好 接着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消防局提高安全系数方面的一条消息 新的消防站的特殊设计特性 让员工有一个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全国的消防局都将在进行 例如抗震性地区需求的满足性 以及对消防队员健康的影响 等方面的性能评估之后重建和升级 消防员患某些类型的癌症的风险更大 因为他们在火灾中暴露在污染物里 有些污染物在他们离开火场后 依然残存于他们的身体中 新帕内尔的消防局将设置红色和绿色区域 这意味着消防局中将会有一个单独的区域 来进行污染物的工作 类似的分区设计将会在所有的消防局中实施 新西兰消防部门在11月宣布 将在基督城新建7处新型消防局 总共耗资8000万元